好 麥莉說說看 它發生什麼事了喔 啊 這是一個什麼故事啊 呃 蝸牛想要吃一顆很小的櫻桃 它要轉身過去 結果小鳥飛太快了 撿到櫻桃了 這是小可憐 小鳥是小可憐嗎 嗯 這隻小蝸牛 真的喔 所以這隻蝸牛的名字嗎 又叫小可憐 嗯 什麼都沒吃到的 小可憐 對 爬超久的喔 如果是媽媽 媽媽會這樣子說 我試試看喔 我講得更多一點好不好 這一個呢 媽媽會講說 哇 蝸牛發現了 在都沒有長果子的樹上 有一個看起來好美味的果實喔 發現金金的晚餐喔 第二張呢 爬呀爬呀 我是一隻賣賣蝸牛 終於讓我爬到果實旁邊了 就在我張開嘴巴想要吃的時候 啊 一隻藍色的鳥 衝過來 它也肚子餓了 馬上就把我找到的果實給吃了 然後呢 我睜大眼睛 你看我是不是睜大眼睛 沒想到竟然發生這麼悲慘的事情 我真是一隻小可憐蝸牛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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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麥 你要試著再說一遍嗎 像媽媽這樣說很多 我忘記怎麼唱 沒關係 練習一下 我們就講多一點就好囉 要試試看嗎 小蝸牛怎麼樣 因為這小蝸牛 嗯 它發現它今天店的 很美味的晚餐了 嗯 它想要馬上 扭扭扭扭過去 終於發到果子的旁邊 結果有一隻藍色的小鳥衝過來了 哇 真快 然後它的晚餐就被偷走了 所以這是一隻可憐的小蝸牛 麥講得很好耶 讓我幫你比一個讚 所以我喜歡蝸牛 你喜歡蝸牛喔 爸爸都不喜歡蝸牛 都把我 爸爸都把蝸牛亂丟 這樣說出爸爸的秘密啊 我們今天在學校有發現破掉的蝸牛 哇 它死了 真的喔 被其他的獵物抓了 踩碎的嗎 對 身體都破了 咳破了 那它身體呢 也破了 死掉了 就貪在那邊喔 好慘喔 可憐的小瓜那種 一定是 什麼 有一些人把它亂丟 或是獵物啊 把它抓起來啊 真的很慘